机构副主管洪秀柱补上这一空缺 接任国民党副主席 洪秀柱上任后将接管曾允权原来负责的 民意代表协调、沟通与扶选等工作 台湾知名作家龙英台2月15号正式接任文化部门主管 他说文化建设要回归到文化的本质 文化思维要回归到文化本位 他希望能够摆脱政治上立竿见影的压力 也希望台湾各界让他从容做事 来关注民进党 2月15号民进党拿出了败选原因检讨报告的初稿 共归纳六大因素 但是与外界评论反差较大的事 民进党并不认为两岸政策是败选的关键 而败选报告也没有提及蔡英文本人是否有责任 民进党败选报告中提到的六大因素近40项 包括国民党用行政资源绑装 大批台商返乡投票 企业家最后关头力挺马英九 蓝营打出安定牌发挥作用等等 总而言之 败选的主要基调是主帅蔡英文没有问题 是因为选民对民进党的执政缺乏信赖感 包括这个执政信赖度的这个问题 还有所谓的这个两岸经济恐吓牌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国民党对于这个行政资源的强力的一个运用 影响了最后两个礼拜的一个投票的一个选项 不过这份败选报告被外界质疑都是空洞的大环境论述 而有关两岸的九二共识 副手苏家全的豪华农舍风波 蔡英文的宇昌案甚至陈水扁的因素都没有提及 有台湾评论人士说 民进党是顾虑太多不敢触碰问题的核心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败选的很重要原因 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 但是民进党在败选报告中却是只字未提 一下就出来讲了 那有提到九二共识吗 是的 苏家全回避 赖清德不讲 陈菊也忙着躲 民进党内出席检讨会议的日子 面对学术论文一样的败选报告 讨论了四个多小时才对外召开记者会 民进党发言人称 从数据分析上看不出来九二共识是关键因素 至于未来要如何面对九二共识 是未来才要讨论的问题 至于身为主帅的蔡英文是否该为败选负责 民进党发言人林又昌表示 检讨报告并没有讨论到党主席这一部分 大家对蔡英文是肯定的 而且蔡英文的清新形象 正是民进党能够得到46%的选票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 败选报告也认为 马英九的夫人周美清是压到民进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进党的败选检讨报告出稿出炉之后 也引发民进党内外的广泛评论 谢长廷在民进党检讨报告会之前 就再次表态说 就算民进党这次选赢了 党内相关的大陆政策还是很重要 要思考在全球化里 台湾怎么发展存活下去的问题 与谢长廷不同 民进党内资深人士吕秀莲 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蔡英文最致命的失误 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忽略了 世代交替产生的经验断层 导致竞选团队接连错估形势 所以民进党败选的关键是 蔡英文抛弃了民进党的过去 对于败选原因 民进党籍云林县长苏志芬质疑 蔡英文一手催生的十年正纲 实在是太深奥了 讲来讲去都是冷冰冰的深奥文字 缺乏让选民有感的具体政策 选民听不懂 所以在选举过程中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 前大陆事务部门副主管游盈龙 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称 这份由蔡英文一手主导的败选检讨报告 是一份过度自我防卫的败选报告 对于选民以及未来没有帮助 她建议蔡英文撤回重写 蔡英文2012败选报告出炉 之前被外界认为是败选关键的两岸政策 却被刻意忽视 有人说报告缺乏反省 应该撤回重写 民进党为什么对两岸政策避重就轻 请收看本期这里投视 民进党败选检讨 不谈两岸政策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败选报告出稿 终于在15号出炉 但是另一些舆论感到比较 是这份报告虽然提及了两岸因素 是迎选举结果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时也对外表示 败选跟9二共识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一个结论可以说让外界认为 这份报告没有触及到核心的问题 也引发了民进党内外的质疑 那么今天就这样一系列相关的话题 我们邀请到了台湾的嘉宾 为您做详细的解读 坐在台北演播室的是 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 游子祥先生 游教授您好 李红您好 各位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游教授您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 民进党在15号是出炉了败选的检讨报告 但是各界对于这个报告的内容 都怀有很多质疑的态度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是什么样的 有哪些是各界比较关注的重点 这份报告写了很久 写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难写 那为什么很难写呢 因为蔡英文输掉选举 那么这个检讨报告 到底是民进党要检讨蔡英文 还是蔡英文要检讨民进党的路线 造成她落败 这两个压力之间 不知如何取舍 所以最后写了很长的时间 那最后昨天出来的这个初稿 其实正式的稿子 还没有对外界公布 所以大家是从昨天会后的记者会 拼凑出来 大概提到哪些内容 台湾有些媒体呢 把昨天拼凑出来的这些内容呢 做了一个整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昨天这个报告 大概提到哪些内容啊 我们可以看 第一啊 他提到这个 为什么民进党会输呢 因为人民对民进党执政的 信赖感不足 那第二提到呢 因为国民党打两岸经贸的恐吓牌 这一点事实上蔡英文没说 这是大家从书面资料不小心看到的 那另外呢 国民党强力运用行政资源是另外一项 返乡投票的人不够多 也是一项原因 另外还有民进党优势的选区呢 他的投票率太低 最后还有一个我们看到 是弃宋宝马发酵 宋楚瑜啊 没有拿到他足够的当初预计的选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公布这些内容看起来 其实既没有检讨民进党太多 也没有检讨蔡英文 反而现在检讨的是国民党的 如果用现在的内容看起来的话 确实是让外界很失望的 我们就以篮球比赛举例吧 你输掉比赛 你要检讨自己哪里要加强 结果你检讨报告里写的是 对手的选手太强 对手投球太准 这个还叫什么检讨报告呢 检讨报告是我方要怎么提升自己 我们要有什么改进方案 所以从目前看起来 这种检讨报告 我相信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尤教授您刚才给我们谈到 这份检讨报告的主要呢 是媒体评估出来的 但是各界质疑的焦点呢 大概有两个层面 那一个层面呢 是停留在检讨的态度不够 比如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倒在批判对手 那另一个层面呢 可能是在两岸政策的层面呢 没有做认真的反思 那我们再来看 这份检讨报告的初稿 那既然是在民进党内部 进行公布的 一定是在征求 民进党内各个派系的意见 那么现在您所了解到的情况 传递出来的声音 民进党内各派系的意见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份初稿 在民进党内部 有没有一定的公信力 公布初稿之后 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党内 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其实有一派民进党人呢 是想从民进党的角度 去检讨 败军之将 蔡英文 那还有一派人呢 是想帮蔡英文出头 是要由蔡英文来检讨民进党这个包袱 害得她输掉的这个民进党 因为路线上太过重视意识形态 害蔡英文没办法争取中间选民 所以有一派人想要检讨蔡英文 有一派人想要检讨民进党 于是这两派呢 无法取得在这个报告里面 它偏哪里都不对 所以最后出来这一个满空心的报告 其实在这次选战里面 除了他们在九二共识 或是两岸经贸上 避重就轻 被很多人质疑 因为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关键 可是报告里却没有写 那或者是提到的非常少 您刚才谈到了这份报告 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质疑 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的触及核心的问题 比如说九二共识 比如说两岸政策 您觉得为什么避重就轻呢 您刚才用了空心和逃避来形容 您觉得为什么没有在这些问题上 直接对待呢 我想民进党 现在随着蔡英文即将卸任主席 正在陷入一个 两岸政策的一个矛盾当中 因为民进党有一派比较开明的人 认为应该要在两岸政策上 做大幅的调整 那另外一些呢 则是比较容易的人 他们要阻止这些 比较想要调整的人 他们的想法能够得逞 所以这两派 现在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柔 两派正在一个激烈的紧张关系之中 所以在写这份报告 对于两岸经贸问题要怎么样下笔 难度是很高的 那昨天呢 在民进党开记者会的时候 各位看到我手上秀的这张照片 蔡英文手上拿了一叠稿子 后来这一叠稿子啊 被台湾的一个媒体我给大家看啊 拍到他就侧的角度拍到 这上面其实是有提到两岸经贸的问题的 这上面怎么说呢 这上面说啊 在民进党为什么输掉这次选战呢 是因为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 那么很多的中间选民开始转向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许多的企业家 许多的民众 还有一些国际的声音 都出来支持九二共事 于是民进党的本来蛮好的选情呢 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转向 可惜的是啊 这份报告里面 我刚刚提到 他用的词叫做 两岸经贸恐吓论 换句话说 他还是为了避免党内啊 有人有意见 于是还是用了一个很政治的字眼 他还是没有去面对那个事实啊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蔡英文想检讨民进党 可是蔡英文下一次 如果还想选的话 他又需要民进党 所以当民进党又有一派 基本教育派 想要检讨蔡英文的时候 他也不能完全的 把这些人的意见弃之不顾啊 所以就在这样一个两面的票 他都要的状况底下 蔡英文又选择了 这次选战里 大家抨击最厉害的 空心模糊的路线 所以他是卡在这个中间啊 你可以见到 这个在他们党内的压力有多么大 所以两岸经贸 他们知道是个关键 可是不敢用九二共事这四个字 因为一碰这个字 在他们党内呢太敏感 然后呢用了 明明在报告里有提到 两岸经贸 大家的担忧 是造成选举落败的原因 嘴上又不敢说 那还有一个 也是各界批评的很激烈的 很严厉的 就是这份报告里 没有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 你不能看到问题 不提出解决方案 如果两岸经贸 确实是落败的原因 然后呢 接下来民进党要怎么面对呢 那个问题呢 他们更是不敢碰触了 所以目前看到台湾的舆论 对这份报告 应该是失望的反应居多的 各界对这份报告 是持这样一个失望的态度 那么这份报告 刚才您也解读了 为什么如此空心和逃避 看来蔡英文 还是不想得罪党内的一些 基本交易派 那我们看到这个党内啊 她之前呢 也有一些 想要检讨两岸政策的声音 比如说败选之后 蔡英文自己就说了 要好好检讨两岸政策 虽然我们在这份报告当中 没有看到她真诚的表态 那其次除了蔡英文之外 谢长廷也有个表态 她说现在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就是要向中间的路线靠拢 甚至可以去修改她的党章 但是呢 在现在呢 蔡英文的 这个谢长廷的态度 又发生了一个转变 她不需要修改民进党的基本路线 那么谢长廷这样一个态度 也是比较值得揣摩的 那您觉得就是 在党内 民进党内 经过了这样一番纷争之后 是不是谢长廷前后的 这样一个态度的变化 也代表了民进党内 一些人士的意见 关于民进党党内的 这些声音跟反应 其实还是初选的伤痕 它的延续 我们知道 蔡英文能够代表民进党 来参选台湾的领导人 是在党内 打败了强劲的对手 苏贞昌 那初选 赢得这个初选 在蔡英文 她取得的领先 是非常小的 所以支持苏贞昌的人 在民进党内 还是一个强大的力量 所以民进党现在就 基本上分裂成两派 支持蔡英文这派 想要把民进党 推往比较开明的方向 那么本来党内 原有的势力 就在看 如果你蔡英文 不够强硬 你不能反映我们 基本教育派的意见 我们当然就投向苏贞昌 把你蔡英文的势力 消灭殆尽 所以现在在这样一个 紧张关系当中 谢长廷我们知道 在民进党的初选 因为她自己没有机会 她就转而支持蔡英文 所以你可以说 现在民进党里面 不论是两岸政策的立场 或是对于2016 谁选的立场 或是对于党主席 谁来当的立场 基本上都分成了 苏贞昌这一派 跟非苏贞昌这一派 那这两派在两岸政策上 势必要有个交锋 可是目前看起来 谢长廷跟蔡英文 还在举棋不定的状态 谢长廷在说几句说 我们要让民进党 更忠道更理性的时候 他说总要有人做剑拔 他也知道 当他开了这个头之后 民进党基本教育派的万剑 将会穿他的心 可是看起来 他也挡不住这个万剑穿心 所以这两天 好像又调整回 又比较偏向 民进党原有的立场 我想在民进党党内 基本教育派的声音 大概还是会让 这些理性的人感到畏惧的 如果说谢长廷 刚开始抛出的 这样的声音是试试水 然后看水深浅 又退回去的话 那么持理性态度的 这样一部分人 他们的意见就是 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吗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 之前曾经担任过 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 那现在他的态度 也是发生了转变的 他一直认为 两岸政策对于民进党 非常重要 他认为否定九二共识 就是这次民进党 在选举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战略上的事物 那难道像类似于 这样的一些人物 他们的意见 和他们的声音 对于民进党内的 基本教育派 是没有影响力的吗 如果许信良这个话 我们拿来问 全台湾的民众 他得到的支持率 是非常高的 如果是民进党 正在办领导人的初选 因为他要有民调 民调是问 全台湾的民众 所以理性的声音 也会变得比较大声 可惜的是 现在即将发生的 是民进党的 党主席选举 那是靠党员决定的 如果靠党员决定 基本教育派 在党员中 占的比例是高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现在即将 选党主席 这个时刻 理性的声音 会被压制 因为他要先得到党权 先得到党内的支持 才有后来扭转的机会 可是如果你这样想 你把理性的声音 压制下去 于是民进党 好不容易办了 一个党主席选举 充满着 就会又是 基本教育派的声音 中间选民 就会远离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 不断地在走回 这个历史的老路 就是一旦民进党 党内要选主席的时候 就是基本教育派 获胜 等到他想选大选的时候 又想要装理性 又想要扭回理性 可是人民 已经不相信他了 所以我才说 如果他能用 这一次的机会 在党主席选举 就扭转路线 那么才会有台湾 更多的民众 相信他 他是个理性的党 可是我看起来 机会不大 因为这群基本教育派 掌握的党员 他在党内 会发动一些声音 来打击这些歌派 当谢常说 我们民进党 更像国民党的时候 这开玩笑 对于民进党内 基本教育派的人来说 这无意是投降 你等于跟国民党投降 当有人说 我要对大陆在经贸政策上 在两岸政策上更理性 这是跟大陆投降 所以这些鹰派 这些基本教育派 动不动就会把理性的人 打到投降派去 用这种方法来讨论问题的结果 就是党内继续走回 基本教育的路线 仍然维持着既有的路线 不会调整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我还是很悲观的 说到这儿呢 我就特别关心一个问题 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民进党内的 这些基本教育派们 他们怎么来看这个败选 在各界都认为 不承认九二共十 在两岸政策上要好好检讨 两岸政策就是民进党 败选的原因之一的时候 那这些基本教育派 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 如果说 为什么会承认呢 李鸿说的这件事 如果你一样 你问全台湾的民众 大家的结论都差不多 如果多数意见都会认为 在现在的国际情势 两岸情势之下 走中道路线 当然对台湾比较有利 可是在民进党党内 却有另外一种看法 因为蔡英文这一次 还是赢得了46% 超过600万的选票 民进党过去 常常有一种说法说 如果我固守我的基本盘 大概40几的这样的基本盘 然后我再利用国民党分裂一下 或是利用一些对国民党执政的攻击 看能不能再要来几个百分点 这样我就赢了 所以我与其去开拓市场 不如固守我原来的市场 所以他们会自己去 把自己的支持者 把它巩固起来 然后认为这样是一个选举 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现在在民进党党内 基本教育派的看法就是 一旦你向中间跨出一步 那个原来支持你的 这40几的民众就会跑掉 所以他们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认为不如先巩固基本盘再说 可是我看到这种看法 非常谬误的 因为蔡英文的46%的选票里面 有相当多是因为蔡英文 才投给蔡英文的 换句话说 你是有一个理性中道的形象 才在这次选举能够打得这么接近的 我们都记得在08年的时候 当时的谢长廷是远远落后的 所以这一次你不能把民进党的选票 解释为这所有的选票 都是挺民进党的基本教育路线的 这种看法一出来 就已经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了 可是民进党党内这些人 他会认为其实巩固基本盘是会赢的 是因为你蔡英文不够强硬 太软弱 摆出一种对国民党 对这个大陆太温和的态度 如果由他们来选 他就能巩固基本盘 然后设法再突破一些选票 于是就能当选 这种天真的看法 还是弥漫在民进党中 那现在既然在民进党 针对这个检讨报告 有这么多纷争 有这么多不同的声音 您觉得接下来这件事情会如何转变呢 我想接下来 就是我们前面所探讨的这些冲突 这些紧张 会不会成为民进党台面化的冲突 民进党有一个文化 就是他们在过去党内 有不同的声音 会透过公开的辩论 而不是私下你整我我整你来解决 他们过去的文化蛮好的 但是后来这样的辩论的文化消失了 如果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 能够让这两派的声音 我们也不知道谁一定对 不过大家辩论一下 看看谁能够争取更多社会的 中道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然后来决定民进党的路线 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 不过我担心的是 以上我们这些讨论 在民进党党内 因为理性的人担心失去党的权利 于是就变成台面下的意见 在党内大家都不碰 继续得过且过 检讨永远检讨国民党 这个可能性还是最高的 不管接下来这个话题会如何的演变 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通过蔡英文的这样一份 败选报告初稿的面试 我们又看到了民进党内各个派系之间的恶斗和纷争 那么恶斗和纷争不外乎 真实的焦点就是路线的问题 好的 谢谢尤教授对以上话题做的介绍 谢谢 谢谢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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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